老板,我要再多一个,我也要两个就好了 好,谢谢你 谢谢你,老板 老板,这个是苦的还是甜的 苦甜的 给我两个可以吗 没有,给你了,卖给你了 这个老板的不是我的 可以啊 可以,可以 这个会唱榴莲的 谢谢你 来,二十 本来今天是要逛公园的 结果还是买了榴莲回来 但是今天我们就买那些便宜一点的 价钱低一点的 看看这榴莲的性价底怎么样吧 我们就开吧 左边这两个是五块钱一个的榴莲 没有什么品种啊 它没有讲品种 估计就是一些钢帮榴莲啊 或者什么的 我自己也看不出来 这个到底是什么品种呢 只不过这两粒肯定是不是一样品种 你看这两粒的刺 明显都不太一样的 颜色也差很多的 那我右边这两个比较大的是十块钱一粒 价钱相对来讲呢 都不算太贵 这两粒十块钱呢 就是红虾 我先开五块钱的吧 看看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 先说呀 买五块钱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挑了 包括十块钱 你也没有 好像我们之前买猫山王这样 报价的 你知道吗 你先去按一下 不好你可以不要 这个它开更多是为了啊 给你开一条缝 更多是让你回来开比较方便一点 所以它并不是让你选的 开完就完事了 里面肉也很少的 基本上就是这一个 味道 味道怎么还有点像猫山王呢 可以看一下 这个肉的颜色也是不错的 很美的 肯定没有猫山王 那种二三十块钱的猫山王那么浓了 但是 我闻起来 好像不会很难吃的样子 也学学人家开出联 我很想 骂脏话了 五块钱 五块钱 果然没好货 五块钱买了这个 我再看一下这个五块钱 嗨 哇 闻起来 苦味不足 但是很香甜 在跟我玩做米肠吗 自己吃的 所以大家看一下 我买五块钱的榴莲啊 我先不讲味道 单从 这个量上面 两粒加在一起 十块钱 这个 其实并不是很划算 那么我希望这个大一点的 十块钱一粒的 档次要好一点吧 开 这个是红虾 哇哇哇哇哇 碎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我跟你讲 我看榴莲胎 榴莲胎 有的小哥开榴莲 我在那边看着 我都可以看一天 哈哈哈哈 碎啊 哈哈 喊得很有气势 哇 这个 哇 十块钱 果然就不一样了 档次果然翻倍了 有点深啊 比毛山王也算还是很深的 这个红虾 这是为什么它叫红虾吗 好像一只煮熟的虾一样 我暗暗发红的样子啊 好像一只肥肥的小虾 所以大家看一下啊 十块钱 十块钱 这是两粒 这是一粒 我今天的经验来看 五块钱一粒的 从产量来讲 真的是不划算 两粒也是十块钱 才开这么一点 这边都是十块钱一粒的 我开了 刚才我开这个第一个十块钱一粒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榴莲其实是比较小的 这边比较大粒的 但是反而这个小的 粗的还比这个大的要多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小的长得很圆 很规则很饱满 那这个大的虽然整体比较大力 但是它长得比较 比较歪 所以就是长得不好 为什么我跟大家讲 如果你真的不会选榴莲的话 同一个品种之内 你选越圆的越好 越饱满的越好 而不是越大力的 但是长得很像很歪歪的那种 并不一定好 那我就现在就开始尝一下吧 有搞不好五块钱的这个榴莲 晒过黑金呢 不好讲 我现在啊 每一个榴莲 我都吃了一块 这是四粒种子 放在这边了 从左到右啊 五块五块 十块十块 干包榴莲干包榴莲 红虾红虾 我讲一下我的感官 虽然我说这两边 这个五块的是干包榴莲 但是我在榴莲摊里面看到 那边写的是名种榴莲 但是老板没有讲是什么榴莲 他只是讲名种榴莲 OK 单从味道本身来讲 这两个五块钱的名种榴莲 我先讲一下 果然名不虚传 真的名不虚传 我吃了之后 哇 我跟你讲 这两粒榴莲不一样品种的 味道不一样的 这一粒就是针对了这个种子 这个种子是一个扁种子 虽然没有那么小 但是是扁的这个种子 它的味道是很像蜂蜜的 很甜 但是它里面也有苦味的 所以它是蜜占主 但是有一点苦味 味道非常好 非常好 旁边这一粒 就是一个大圆种子的 这个榴莲是非常苦的 苦甜苦甜的 又甜又苦 味道非常浓 其实这两个味道都很好 很浓郁 反过来再看这两盘红虾 它们就是纯正的红虾的味道 是有甜味 但是带一点果香的那种甜味 但是味道不如这个浓郁 如果那些朋友不喜欢吃味道超浓的榴莲的话 红虾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当然对于我个人来讲 个人来讲 如果我只是想尝一下很正很浓的榴莲味 那我觉得这个五块钱一粒的榴莲 也算是很值得吧 虽然它的量太少了 但是吃的味道非常正 非常浓郁了 那红虾呢就是说 哎呀吃的比较解馋了 比较饱了 但是它的味道绝对没有这个五块钱的浓 总的来讲 大家如果真的想吃榴莲的话 也真的没有必要去吃那种很贵很贵的榴莲 那如果你好像不需要挖很多钱的话 你五块钱一粒的 搞不好你也可以逃到宝啊 那个味道非常非常好吃 甚至说你买十块钱一粒的红虾 它量又多 然后味道也不差 有的人可能就不喜欢吃浓郁味道的话 红虾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你看十块钱一大盘 一个人吃也是很爽的 就是那句话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看你要什么了 世界上的榴莲品种千千万 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种榴莲 今年的榴莲呢 产量真的是很多的 你都能感觉到榴莲季刚刚开始 一车一车的榴莲满满的 所以呢 大家今年真的是 喜欢吃榴莲的朋友 抓紧时间了 多吃一点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就给我点个赞 follow我一下 我以后会带大家 领略更多新加坡这边有意思的东西了 谢谢大家了 我要吃榴莲了 碎呀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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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